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镜头没有太多的表情 不过看得出来 其实他们的神情上面 都是非常的低落 而根据我们的了解 其实他们在征讯的时候 交出了不少东西 包括像是交易的名单等等 另外还有就是他们交易的传票 这些证据通通都是已经交给检方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 这9200多条的香烟 到底是谁来买的 这两人其实也交出了 50人的团购名单 而这50人的团购名单里面 就被爆出可能是有贵妇团的 这样子一个情况 因为就有人提到是说 因为这50个人里头 其中还有两个 包括像是华航的地勤主管 这名华航的地勤主管 以及另外他的黄姓友人 也是趁着这个总统端机 要回来的时候 有买了个别 就是买了十多万元的保养品 以及皮包皮饰等等 试图想要趁着一起夹带进来 而对此 这个黄国昌上午也有最新的说法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当这件事情这么严重 小英总统已经下令要彻查的时候 你作为华航的董事长 你竟然可以继续睁眼说瞎话 继续欺骗社会大众 继续闻过是非 这是我们国家的航空公司的董事长 应该展现出来的态度吗 总统震怒 社会沸腾 结果你华航的董事长 一副好官我自为之 为了要保自己董事长的官位 什么谎都杀得出来 这个是什么态度啊 今天我们要让我们国家的航空公司 继续让这样子的人去带领吗 我希望他展现出来的是什么 是 彻查到底